大家好,我是王狗 還沒看過上集等等可以先去看看 最後投票的結果是走廊 所以今天我一整晚的時間 都要跟這個學校相處 跟我一樣同一學生的你們小別非常好奇 夜晚的校園究竟有沒有所謂的 包括了音樂教室的鋼琴會自己彈奏 籃球場會傳出不知名的籃球聲 自然教室的骷髏模型會動等等 所以我在這些地方設置了相機 OK,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帶你們去我今天的家吧 GO 這個是我的床 既然都住在這個走廊了 想必我要做都市傳說 也一定是跟走廊有關的嘛 不知道你們錄不錄得到 右邊這個鐵門一直有聲音 這裡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東西 你們聽聽看 有沒有聽到 至少手機可以陪伴著我 呵呵 其實在這種狀況下 你會覺得 今天的東西特別的欣慰 我今天呢 在這一段時間 要做都市傳說 叫做 穿堂的教官 據說呢 如果你穿著制服 背著書包 走在 半夜12點之後 走在學校的走廊 你會遇到一個幽靈的教官 訓斥你怎麼不早一點回家 接著把你帶到訓導出去 據說 被帶去的人 就永遠回不來了 呼 頭皮有點麻 壓力很大 而且後面 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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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黑 什麼都看不到 很緊張 OK那我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開始進行 這個都市傳說吧 GO 我就是覺得 自己穿這樣 有點不習慣 等一下就會朝 這條路走下去 這個走廊 分成這樣 過去 然後到 對面 呃 直行的 一共我們會經過 兩個折角 三條 是時候 沒有盡頭的走廊 等一下看遠方的教室 有點可怕 那我們現在 趕快直接出發吧 GO 加油 收發 趕快拆到自己的床 電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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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 不知道走到什麼時候 然後回出 看到 腳關子出現 對 這個點就是 我們那個廁所 OMG 現在頭皮有點發麻了 我們已經快要走到 第一個嗎 好黑喔 什麼聲音 剛剛有瘋一聲 後面超黑的 所以我們現在找了第一個轉角 這個是 這不是尋找處 他們往 繼續走 剛被遇到那個 洛林教官 第二個轉折也過了 現在 景象中第三個轉折 我覺得前面有點不太妙 聽到嗎 沒有聽到嗎 我們現在 就在這裏不知道什麼聲音 我們繼續走 看這好緊張喔 轉一個轉折 現在頭好熱喔 不知道熱 希望沒有東西 希望沒有東西的心態來走 然後 我現在比大家走 應該 看來是 沒有什麼東西要 這個東西是傳說 這個廁所也是有夠嚇人的 等一下 我想進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都快要到終點了 我來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東西 蛤 欸 我們到達終點了 我覺得天都來了 不如我們再多走一個地方看看 旁邊這一條 我們走那邊回去 看會不會遇到幽靈的教官 他也算是一個摩字型 不過他是斜的 我們走這裡的話 一共也會經過兩個折角 兩個廁所 三條道路 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看一看 但他們中間這兩條道路會特別的小 所以 為什麼我叫他暗黑地圖 非常的幽逼 對 上面就是超長 我的什麼 哎唷 剛剛被那個什麼 這個只嚇到 這條走廊更恐怖 因為他很窄 來就算了 旁邊還是這種 車廠 哪有什麼大樓 講真的 剛剛上面我以為那邊有人 看錯了 嚇我一跳 但是我們選的地方是走廊 對 所以我們在走廊這裡保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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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第一個轉折 這個轉折 有夠可怕的 很怕轉過去看到什麼東西 而且這裡有聲音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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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有聲音啊 什麼聲音啊 等一下 噓 噓 噓 我走了 我走了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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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時候啊 這種 很黑很黑 等一下 現在是第二個轉角 對 我們要進入最後一條 轉 噓 對 又是那個樓梯經會發出來的聲音 管線啦 正常 就是呢 我想要講 當你在走這些地方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恐怖 其實 大部分時候 蠻多都自己嚇自己 我們任版 就對這種 未知對黑的東西 很恐懼 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是馬台啟動 那我們既然都走回來原店了 看還是沒有遇到那個幽靈教官 那我進廁所看看好了 對 兩界 兩界 你在嗎 兩界不在 兩界 你在嗎 欸 在 噓 我們回家了 回家了 我們回家了 回家了 回到家之後 我們可以睡個覺 泡個澡 今天這個狀況 可能會很難睡 現在教你美軍兩分鐘睡眠吧 第一步呢 就是先放鬆你的臉部肌肉 眼睛鼻子還有你的下顎 第二步呢 放鬆你的肩膀 手臂 跟小手臂 好 放鬆 第三步呢 開始呼吸 深呼吸 放鬆你的胸部 第四步呢 就輕刻你的思緒 幻想你可能在 遼闊的星空 亂無盡的大草莓 我放到你的思緒 我看到了 我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這個七顆 真的是沒有辦法 遇到我的方向 而且我聽人家說 我突然在冥想的時候 就有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 是 我真的會蠻緊張的 但我覺得這個方法 是哪有用的 平常的時候 那我再試 好 從那個位置出來 而且很大聲 有灰聲 感覺是在 前面這裡 是穿塔嗎 是不是又有 可能是會有人 不知道 其實不會那麼緊張 只是 看到我的車 我要去 追查一些聲音 怕說如果是有人的話 我住在那邊 不安全 還是在這裡 有小河 那我們走過去看一下